彰化分源139县大竹村有一间芙蓉宫 庙方很贴心会对信徒准备泡面 徒弟宫居然请吃泡面 让许多人慕名而来要吃平安 而庙也爆红 光是五年以来就吃掉了20万碗 相当惊人 大家各自挑选喜爱的泡面口味 准备开吃 这里的泡面不用钱 因为是徒弟宫请客 饮水汁都人家驾驾 这里的泡面也是我们生姓人家驾驾驾 彰化分源的芙蓉宫因为位于139县 往来单车族众多 一开始原本是想要造福车友和路过的民众 庙方准备了免费的泡面 让大家填饱了肚子再出发 没有想到之后的人越来越多 还有人慕名而来 就是希望能沾点土地宫的福气 吃了那个土地宫加持泡面感觉怎么样 温暖 我们第一次来 刚好过年有时间过来这边 喝一口肉汤全身暖乎乎光是平日 平均一天就能吃掉60碗 假日一天更是多达240碗 足够这五年来 一共吃掉了大约20万碗的泡面 相当的惊人 除了吃平安外 家里的宠物也要健健康康的 云林北港的一名庙 就能帮毛小孩点灯保平安 来点点公民店 让这个狗的比较高 已经很大致了 还喜欢乱叫 他就想说来来这边拜拜看这样 因为我觉得每次点完之后 那个灯啊 那个狗就会比较好 情况好一点 一名庙一共400多盏的祈福灯 每年开放预约总是相当踊跃 而义犬将军也特别喜欢小孩 不止毛小孩 想要家里孩子乖乖的 平安长大也能求 借张话云林综合报道